要看董大师的作品 他们的毕业设计绝对是一个绝佳的切入点 继王树老师的毕业作品之后 本期我们来看看贝玉明先生 1946年的研究生毕业作品吧 师从包号的创始人Gropius的他 在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 Harvard GSD的两年之间 设计了上海的中国艺术博物馆 其中对空间、理论等建筑思想的探讨 也运用在他60年后设计的苏州博物馆 在这个艺术博物馆的构思中 不难看出庭院是整个设计中很重要的角色 庭院包括了内庭院、人造池塘、小桥树木还有茶园 从平面图中能看到 在贝玉明设计的展示性画廊空间之间 包含很多内部庭院 让游客看展时能够与自然互动 作为一种并列空间 贝先生的设计使人不断转换观赏的角度 在抽象空间的感知中 是一种杂柔的关系 接下来的这张剖透视图 能更清晰地了解贝先生对空间的理解 从窗台眺望出去 占据四分之一面积的中庭 成为视线远处的背景 而中庭里的松树是透视的削点 窗口前的三件艺术作品 一尊可能是从完整形体截取的佛头 骑水牛的老子雕像 还有挂着的神龙画布 都象征着中国文化 神龙画布和老子雕像的位置都非常奇怪 像是悬浮在半空中 按贝先生自己的解释 他们的位置很暧昧 而神龙画画则表达希望通过特殊的手法 和外面的自然环境对话 神龙周围的火云 树枝和中庭的松树 在刻意安排的视角下 似乎巧妙地融在了一起 画画仿佛从树上长出来一般 60年后的2006年 贝玉明完成了他的苏州博物馆 这是他做了许多国际项目后 对中国的回归 他回到出生的城市 博物馆选址就在苏州知名园林 狮子林的附近 那里原先是贝氏家族财产 也是他童年吸收传统建筑文化营养的地方 尽管这次贝先生的设计 看上去更像后现代主义 长阳在充满陶瓷翡翠收藏品的展厅 不经意地酬业窗外的竹林 形态各异的甲三石 中庭的荷花池等元素 都能感受到他对毕业设计的回顾 那是当年29岁的贝玉明 对中国园林的情感和初心